經文講,是在2019年的20億。 2021年到今天開始, 就是要講這一點, 兩、三、四、五、六、十。 第八、三、六、十。 21、第八、三、六、十。 無量又無性、又無眾改善刑提支 又 że三十例 第二段 讓柚無量、柚無色重、柚無色重、健性、體質 那麼這個就是第四種的基礎 就是發肥中 發肥中裡面有這個信種 聽經文化的信種 現在就是基礎四種的信種 信種就說,現在這個是代價種 但是因為這個意思是說有健性體 所以現在才開始叫做性種 代價的性種 所以它是代價,不過它已經建宿性體 那麼現在他又在說這樣 出價的負責的負責,代價分為四類 代價分為四類應該是人道而已 人道裡面的出價種兩種,跟這個在價種兩種 出價跟在價這樣 那麼出價兩種是頭上,他說過的,BQBQ年,他說過了 那麼現在就是代價兩種 這個代價兩種,他在裡面說無量和無色 無量、無色應該是代價很多 到底多少? 其實這是比例出來而已,沒有說多少出來 是頭前那個有說到素量,這個就沒有說 那麼什麼叫做優寶色?這個就是什麼?就是南種 在價的南種叫優寶色 但是現在這有跟我們說明一下,就是禁殊男 叫做清淨信殊的意思 那麼禁殊男是清淨三佛 在三佛中要正常個人的公平這樣 不過這句優寶色,注意 我剛才跟我們說過 整衣不能算優寶色 剛剛整衣不能算優寶色 那是優寶色的經講的 就要有五戒,才可以算優寶色 有五戒喔? 如果沒有受過五戒,就不能算優寶色、優寶色 這樣了解嗎? 不是說我今天已經整衣 我就叫做佛隊主 不是這樣,是先結一個縣 這樣了解嗎?先結縣 那以前是整衣,就要順便收戒 一定要順便收五戒 那收五戒不是說收戒 一定要收戒 這樣才不會再作業 這個意思是說這樣 三佛都是整佛、整佛、整佛、整精 五戒就不殺生、不得饕、不殺人、不妄理、和不喝酒 一定要想過幾戒之後 佛隊比較有生人 說這類是佛隊主這樣 所以這個就正式優寶色 那優寶色呢? 那些就是在佛的流中,叫做禁術錄 這樣 有什麼叫清淨信書 不過一般是在清這樣 說技術南跟技術錄 技術是說這樣 在佛技術 五戒收過之後 它有堅持五戒 那叫做在佛技術 南部南中叫做技術南 流中叫做技術錄 這樣 這個技術就是基加大師 因為你有修改 可以做你出來的模範 可以做樹林的模範 可以做兵有的模範 這樣 那個叫做技術 這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 告訴我就是 七、三、五、六戒的流中 這樣 但是這句改建性體 這是叫做標它的標準 因為這個性體 就是佛技術講的樹性體 就是靠近的道 它都完全清澈 但是它也收到有一個水準 這樣 靠近的道 它完全清澈 突然清澈 它收到有一個水準 這個 所以叫做性體 說了是體 這個體 性體就是實體 就是佛技術講的樹精體 實體叫做樹精體 那麼這個腺 那叫做腺 叫做腺 叫做腺管 就說已經靠近 哪知道這兩句話 再說 它現在說這兩種 這兩種種 已經性體靠近自體 這樣 算起來 如果要跟它說起來 這裏有說 在佛 正醋與佈 這樣 那樣的人叫做 已經正性體 我有跟我們說過 在佛科技建國 我有跟我們說過 你若是黏心族和定心族 絕對有二個、三個的水準 那黏心族和定心族 應該是 這個水準 是建進體 建素進體 所以如果要在這裏 要在這裏 是應該要出家人 因為出家人 這個環境有建立 那麼在佛人 有時候是比較尷尬 不過它的水準 有時候比出家人水準更高 所以水準 如果在說出家人要建國 是正常 所以在佛中 如果是正常 在這裏 水準在水準 就無量 已經建了二個、三個了 現在呢 現在是在各種建國 我看是怎麼有 但是真章 真章 真章就說 他已經了解 庫 就是這個佛 那麼這集 就是做業 他本身有鐵鐵 不敢做業 他本身有鐵鐵 還有第三 他有修飾的 修法政党 這樣 那麼修法政党 當然他就不做業 不做業 他應該一個 節別党來說 應該三個不 還有二個 這樣 這裏的意思是說這樣 就是 修得含個 大街種的修得含個 你知道嗎 那麼下面這段 佛有無量 修七現行 這處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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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是這樣,但是這個飛行段族凡這句話,有哪有台蕭星? 這樣來蕭明,譬如說蕭星, 蕭星就是漸貫行,漸貫行 那麽如果是台蕭星呢? 第三位呢? 情見得 這樣,飛行,冠體力,譬如說冠宿心體,會基本得力這樣 蕭星是怎樣蕭? 那個蕭,實在知道了解蕭是多少蕭? 那麽他們反覆不滿 反覆不滿的,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蕭是怎樣叫蕭? 那麽蕭對著來,就是蕭 那麽如何斷蕭? 一定要收八正道 那麽收八正道,將來可以讓大家不懂 這樣,以我們大家來講 這些道理你如果漸通,這個叫做漸貫行 大家知道嗎?這個叫漸貫行 因為香港沒有這個術貪法,知道嗎? 那麽另外一個叫做蕭、貫行、貫主法 就是福德所說的一切法 漸漸漸漸漸漸漸通 譬如說我們今天有這個聽經文教文法 應該這個問題就是由這個文書修 這個漸漸去理解出來 那麽如果是以大聲來講 而這個是菲要叫做漸禁盜 把漸禁盜頭叫做漸漸漸漸漸漸降 漸漸漸漸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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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uel 今天這宜台先生說的是 水噸無聲發音 不過這裏裡面是無量受七現現處體現觀者 這個水面這樣 大家知道齁 那麼這七現象 這個七現象 風掛是無所無量這樣 已經有受七現象了 那麼修七現象裡面 這個七現象 這個位就是地 現位共七地 七的位 那麼這個七的位是什麼呢? 第一,叫做五天心觀 所以這個叫做五天心形 那麼第二,叫做八相念形 第三,中相念形 第四,叫做八相念形 第五,中相念形 第六,中相念形 第七,水,第一相 他現在來 那就是太陽台書說這樣 因為這七種 那個疑很多 發揮很多 他說沒辦法 等到一點到一點 但是他講五天氣氣氣氣 但是他說五天氣氣氣 這三天氣氣 這些事別說這樣 這意思是說這樣 但是今天這宅告任人 我如果ここ才說 他再認同一天 這樣不行 你知道齁 所以這個我一定要知道,因為這個五庭神觀 叫做五庭神行 這個一定要有一個清澈 一個清澈,因為這個我怎麼寫一個 這樣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這個我一定知道 因為我早期五庭你一本叫做地形合理 這個地形合理,我就五庭神觀 那麼這個我們要了解 這個一定要了解 因為這個七庭神裡面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不知道不行 那麼這個,第一 五庭神行 另外一個明星叫做五庭神觀 那麼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聽識 這句話要怎麼了解一下 就是只行人之亂心 這句話 就是只行人之亂心 行人是在雞爛,只行人之亂心 那麼這個第一,叫做不景觀 這個不景觀裡面 還有包括這樣 第一,身體不景 一定要注意這點 第二,就是這個身上不景 第三,主廚不景 這個一定要知道 第三,主廚不景 這個一定要知道 第五,九庭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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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說這個法語是比較 第五庭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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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是選一庭內心 criterion 身體位置 第一 不同是人屬外面 我要跟我們 要給我們了解,這個優情在這個世間的問題 這個是優情在世間的問題,因素方便 第三,主人的災害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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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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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貫十二營煉法,現在是貫十二營煉到這裡。 貫十二營煉,這個叫做營煉煉。 因為那個營煉煉,等一下還要再煉出來,所以貫十二營煉就好。 那麼這個,我們現在對那個,身體不正。 我說身體不正,這個先了解說,我們人道,先用人道來講, 我們人道站在這個五毒屋世裡面,這個世界,主心,以及環境。 所以現在,第一,我們的身體不正常。 為什麼我們的身體不正常?因為我們的身體是有業績,有足的業績。 那個中營煉,去找五營的地霧。 那那個五營的地霧要跟我們結成這個胎,要跟兩種不正的東西。 這樣,不正的東西之後,交接著重淹煉成這個形式。 所以這個,不正的神器、人如我們的情緒有不正的知性, 九合後,我們的重點退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畜生的身體、脾胎開始 那是不正不正的 那麼第二,就是身上不正 什麼身上?就是說現在你已經出世了 在這個世間,你一定要想到五國,吃五國 吃五國之後呢,這個身上就有10年 的事物來補充行動 補充行動之後呢,隨時隨地都在神殿台下 所以我們的生活都流出社會呢 暖、平、冬、水、大小便 所以我們這個生活有一個人說 有人這樣說,很臭屁農 對不對? 有的說這個房子裡面是塞湯 有哪有人說這個生活是法工廠 像我說法工廠,都在製作優其筆這樣 這樣有通啦,我想我有哪有通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身上不正 那麼第三,就是主廚不正 因為我們的環境一四個 當中擁有這個本色 炒水、有很多草味 這樣 這些就是滋滋不正 就是環境的這個物質不正 我們的家人都在這製作本色 那東西如果沒洗到就炒了 開始炒,裡面就全米了 如果沒有衛生的人就這樣 這是用物質說的 我們沒有用人事說 我們這個中生的一個家族 戳鼻戒拼,死死活活 這個有哪有不正 又再說,尤其是我們人的心 台頭所是誰惡主書這樣 齁,所以這裡都是不甘不清洗的事情 這個叫做主廚不正 那麼第四,就是死後不正 那個人死之後 而且死去後便隨時便做葦人 如果不洗澡,就像火神就這樣沾 如果死了整日,脈祖中起來,它就暖 暖了,它就生糖 生糖現在肉放入骨 分散,這個就是死後的救生 慢慢這個肉,骨就分散 這個就是死後不正的意思 那麼第五,究竟不正 為什麼究竟不正?因為人死了之後 脈在肚子裡,糖開始咬 糖開始咬,如果現在一點肉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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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滑 應該大家知道,這死人的經過是這樣 但是如果在於肥腫,必恢復 所以這個神父呢,可以說沒有一個事情 所以告訴他,不必貪獨這個神父 如果他貪獨這個神父,當然會為了這個神父做這個責任 所以這句不正的神,不正的官 他還在說在宿廉家裡,他說要叫我們對地貪獨 他說對地這個小的,一切的神是本來不正的 不必一日要討厭這樣,不正的 這個意思是這麼說的 那麼第五,叫做主比關 怎麼叫做主比關呢?他說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大家都可憐 說一個確實,沒有一個不可憐的 因為一生中有很久平平的我們過日子的 你知道嗎?但是不如他的事情非常多 甚至還有經過可憐的 比如說,我們人的身體方面 每人都受傷 有破壁、有勞死、疾穴、疲穴、疲穴 跟民牌看 那麼這個就是身體方面 中生的這個問題,總共是這樣 那麼第二,用人事方面來說 他們有道兵 有這個清泡道餐、無欲威脅 然後再來有基礁、疾穴、苦劍、形化的這些事情 差不多我們在這個人道中生裡面這個世界 三部世界的這個問題 屬於說,很多的我們中生難免這樣 那麼第三,有主人的災害 怎麼主人災害?比如說有水災、灰災、 建工、慰劍 也有這個風雨、寒熱、 還有這個曠寒、水災、營益、 屋中的病害 差不多人人都在這種環境 那麼第四之後 再對到地下 幾層、幾銀、水塑 屋頭裡面的人也是有人家掛 所以有一個三度嘛 灰災、渡災、核災 這樣才會說 所以中生的苦惡 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這樣 注意想看看 是有誤到到沒有誤到 有的時候還還沒有誤到這樣而已 像那些土壤 人事方面也有很多力圓圓 所以這個人人有一個苦惡 尤其是學復的人 一定要降五種生是苦 千萬不能說 注重我們國人 幸福 要建立別人的這個環境靈 這樣不行 齁 不能抽獗啦 不能說要侮辱人啦 不能說要被人欺騙 所以要有祖鼻關 這個意思是要說這樣 那麼這祖鼻關之後呢 再說到一個雲圓關 這個雲圓關就是十二元區法 為什麼中生一定要免病 比如說 為什麼 我們有國中的科學 為什麼有不清淨的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這個雲圓關就跟我們說 一定要透視十二元區法 如果沒有透視十二元區法 那麼你中生呢 都因為無病 都因為無病 才來製造問題 才來努財行 才來努財行 才來出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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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為什麼有這個環境很不好 再來,為什麼需要,它還要不穿上去 為什麼究竟說起來,人家裡面不穿上去 所以只要這個不穿管,它會提到第一 身體方面,大家都受傷,人事方面受傷 主人的財甲有死後,總共受傷 那麼,這一關,它是出財隊 就是出財,它現在第三點跟我們說,人人官 你一定要了解這十二元區法 因為眾生不明,這人一定要注意,徹底了解 眾生他們不明,比較要作業,形態作業 因為作業,比較留在種式裡面,特別是怎樣 這個叫做胰色色 就是胰色色 這個一個名稱叫做胰色色 就是說這個經濟裡面,有六度輪迴的經濟 它自然有那個力量跟你變化 變化讓你去不一樣的世界去輪迴 比如說這個佈負 比如說在人間作業,跟你變成鬼 這個為什麼在裡面變? 在人間作業,跟你變成特性 這個叫做胰色色 它裡面有胰色跟一個胰色 那麼這個就是因為不明行 靠這個胰色裡面,招來人裡面 那麼招來人裡面 比如說來人家 這個名就是色 這個名就是自己色 那麼自己色就是老婆、老婆兩種東西 這三種東西,做胰、療、變成一個脾胎 它叫做名色這樣 這是第一個脾胎,叫做名色 再來喔 就是第一個脾胎慢慢變化 六斤、折轉 因為這個六斤是要吸入這個 我們人所記住的這個環境 所以叫做六斤 那麼再來喔 已經十五月到了 你一定要來出事和大地接觸 大地接觸之後呢 你當然有各種的感受 感受之後 先出一種愛中 愛中就夢出 夢出它又有獄 有獄之後呢 比較有未來 不斷的生 跟不斷的老死 這樣 齁 這個就是十二元區分的 一定要一清二厝 知道說眾生在這輪迴收 一切康佈的主因就是不明 今天如果我們不要有不明 那麼我們就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不甘心說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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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 所以不甘心說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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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 我不能感受,我不是能够得促证, 去嘛必能够得促证, 你得促证,相互促证, 不可能是可以促证, 就好像你有促证。 促证,有促证, 是什么促证得促证, 所以你如果没有促证, 你不会有身体, 你不会有身体的重生。 你不会有身体重生, 但你不会有身体重生, 所以我不会有身体重生. 因为这在那个重生, 那么你会有身体重生. 如果要怎樣比較沒經濟,就是你不要亂做。 這個行,另外一個名稱叫做貪。 所以你不要貪,要怎樣才會沒貪? 當然你不要沒名。 所以人家如果能夠專注沒名,就不會貪。 不貪,就沒有親親,還有沒有故事。 既然沒有親親,沒有故事,貪心心,三道都消毒, 人家在這裡就消毒。 就沒有業績。既然沒有業績,就不會來導臺。 沒有導臺,突然就沒有命績,六葉。 沒有六葉就不會陪台地接觸。 沒有陪台地接觸就沒有感受,就是這個情形。 沒有感受當然就沒有未來。 生到怒恕會不斷這樣。 這就是那個水平這樣。 所以重要是欣賊、欣翁,一定要專注沒名。 讓你管十二元起法之後,主要會脆夾的主體管, 你就是沒名嘛。 你如果能夠斷沒名,什麼事情都會改善。 如果沒有斷沒名,什麼事情都不會改善。 你黑白做,你不可能說你要夢修。 聽到沒有? 你如果沒有斷沒名,你要夢修,黑白修也不好。 因為你沒有斷沒名,因為你夾身有經濟。 有經濟就不對了。 有經濟你必定要去輪迴就對了,要去導臺輪迴。 所以一定要有名利。 有文、輸。 輸就是說這個五庭神官,你稍微退回一下。 這個叫做輸。 那麼輸之後你就要收。 對這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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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而已。 對這裡收。 那麼對一般的眾生,你就用滋鼻關這樣。 比較多作用。 唯有這樣而已。 但是還在下面,叫做概分別關。 下面還在第四。 第四叫做概分別關。 對這裡通知現。 你好好。 那種總討論。 好。 好。 比請。 那種總討論。 好。 好。 說。 你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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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麼這個五天性觀,我怎麼說過? 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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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量 就是用這五條在對地 那麼這個概分別觀就是要跟我們從佛道跟我們說 就是了解我們眾生第三個禄道裡面的這個基本因果 第一一定要了解,禄道裡面有一種 包括這個天上的禄道,再留在人間,來就收留 來就是畜生、貴德和貴德,這個叫做禄道 第二就是世界跟無世界 那麼這個禄道裡面分一個禄道跟禄道 選擇是什麼原因叫做選擇,什麼叫做選擇 那麼什麼叫做惡劣,一定要很清楚 但是如果不清楚呢,我們眾生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選擇,不知道死灰 難免比較堪連到這個三代禄道輪迴 但是要去天上的禄劣,一定要鼓足十三個 一定要知道 你如果說來生要出事人間 然後在人道上又繼續修行學活 你一定要鼓足五個案 一定要這樣 這個叫做改分別 但是還有一點,你鼓足十三個,你如果要收定力 收定力之後才能去到世界跟無世界 但是一定要清楚 不論是選擇的選擇,或是惡劣的惡劣 這都是因果裡面 這都是由事人 不是說到你無世界,就叫做改立法 不是這樣 因為這些是定力中 即使有文學 我們人地底的社會怎樣 社會政治 你在那個世界跟無世界 如果是究竟那個 各部、定各已經完完 你自己退完 這就是佛隊要跟我們說 不可以走到路 我這樣說,主委員就知道 這個平部改革 我也不跟我們說 浴界浴界的天上人 如果在那個天上人 這個降落,有五歲上 陶門就跟他這樣拉扯拉扯 皮膚,門更 就散發到那個草味 現在他的生活上就整個脫掉了 譬如說他 英戒不落本 就是他的那個胃 坐不掉 這個不跟我們說過 無世界最大的世界 這都非常非常處 那麼這個天上人要堆落 他的生活的痛苦 就像萬字傳心這樣 這樣就堆落了 這個就說佛隊要跟我們說 不可以受到路 那個又 善道、惡道、善改、惡改 一定要認同清掃這樣 這個叫蓋分別觀 那麼今天眾生 心會亂 心如果亂比較容易做到 所以佛隊跟我們說 你一定要受疏疏觀 疏疏觀 因為疏疏是對氣點 清靜、安靜、心思動念 這個氣點 第一個氣點 就是一定要受疏疏觀 就是說 算佛規 這樣 算佛規 我們有跟我們說過 就是機關裡面的一部分 機關裡面的一部分 就是說你要算佛規 但是會記得 你要做這些事情 我有說過 第一,你要轉營業 第二,你要不斷的參會 這是第一部分 第三,你一定要做這個 機關或是說閃電 這個法律上一定要一清二楚 來一定要受悟解、受完整 這樣你來受所謂的觀 裡面,你心才可以控制 會穩定 人如果穩定 就不會亂死亂相這樣 這個最基本就是 可以轉到貪心室 所以這個 摩天心室的五條 就是佛道跟我們說 你給你看看 看看世界 不要做這個生活 不要做這個環境 不要做一個環境 不要跟有人對抵 這樣 不可以有人對抵 他們要怎樣 畢竟你要有主題觀 中間都受傷 苦的苦部都受傷 不要有對抵 有 我說一句話 對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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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偉心的無憑就是心亂,所以佛就跟我們說,你是有所謂的 這個亂因,五庭神官就說,讓我們夠人的心停止心亂 這個叫做五庭神官 那麼再來,偉心裡面一個叫做別相黏症和中相黏症 這個在主要上,我怎麼跟他講一下 偉心這個五庭神官是代替,這樣幫我們洗澡 那麼什麼叫做別相黏症和中相黏症 這句中別相黏症,這個不正觀 就是偉心說觀心不正 你知道嗎?第二,觀修四庫 我們人在這個世間,你和環境上色 不論你是名為,或是說你,沒有人是快樂的 怎麼說才會說這樣? 來,我注意的,我們現在來講 用你的數量來講 人的數量 當然,在這個地球的中間,你經營 當然,有時候你會不好自己起來,自己起來 在這段經營中,應該很困難 注意,你想看看 你要創立,應該很困難 但是你還有一個安慰,我創立慢慢成功 所以苦中大陸,聽不懂? 但不可以說無休止在那裡 總是人的福報,起立到有一個時限,一定要對下去 那個下去,你還是苦 注意,你看看現在那大企業 他的財產都幾六百億,還有一兩千億 但是現在倒了很嚴重,都在大企業這檔 這樣你想說,他在經營中有扣嗎?扣 扣業中很難扣 但是他已經在早下坡,不然扣 你想像現在一個大企業 他有幾位中經營,他所經營的點 但他已經所有的都在扣扣片 電線,什麼都扣扣片 他不得意,扣上一個企業不得了 那個企業不得了,賣給另外一個 都說賣六十幾億 六十幾億的時候,他賺四十億 這樣 這個就是他要拚拚起來 對不對? 但是他招財企業的時候,他沒力氣 因為他說他經營這樣,他來倒了以前不一樣的意思 不一樣,他還在說一句說,人都沒有愛心 不不,那你剛才看到沒有,我是不知道 六十億跟老公說人沒有愛心 為什麼說人沒有愛心? 他說,人家會奉承他的股票的賭 說人沒有愛心 但是我要問他 他今天在財產幾百個總幹 他對社會、對國家的這個不平行的生活的人 這個機構付出多少愛心 他有所長賞賭 如果在他講話,他就說他欺負這麼多 人都沒有愛心,應該要欺負最多 我告訴他,莫名其妙 那很無力 但是他在那個時候沒力氣 對不對? 所以經營中事實說,很艱苦 有時候無眠無熱,有時候晚上還沒睡覺 這是普通大陸,但是現在完全都褲了 現在大企業很多地方 我們知道,這就是事業上的褲 官收事褲 還有一個名字 還有尾 日本的政壯,建政的政壯 公則洗衣 起床的政壯還沒睡覺 但是呢,三個月 台上街三個月就掉下來 就老了 對不對? 那有褲子嗎? 全党換到無泰與韓國的兩個統領 你看劉台後都在管 對世間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本事有褲子 一定要知道 那麼心無雄,因為我們兩個的心都變 好嗎? 年金聽到,整個心事都從年金的定義 我們金都看到,油跟我們金接著 它對我們金的事相又爛 所以我們兩個的心無雄無雄 你們要靠,你們要笑 你看那個國標市場 好 好 不知道目中 真的不知道目中 會讓他寫下去 那 結婚 就整天都在喊喊喊 就開香檳嘛 好嗎? 但是明天才要下去 要靠 一個朋友跟我說 說一對老婆 起床表市場 太太要買一塊 先生說要買一塊 兩個人就要錢 要買一塊 但是 這樣 算了 算了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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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買了就不夠 價值就要拿下 現了二十萬 他先生過 過程要買就是過 他太太在這裡 考考念 這樣 你不聽我的話 你在死人 這樣 聽到嗎? 他先生在從水費加進去 兩個老婆在剛才 他全無大 這樣 但是 拍拍之後 很多人看 看他拍攝 就看出來 出來到門口 因為他們平常 都在那個 郭廟市場 那個 政黨公司外面 吃吃麵 這樣 要出來的時候 現在 他們 先生 就跟他太太說 我們 阿波加菜 這樣 加菜到底加什麼 加一塊豆腐 這樣而已 他媽就說吃到那裡好 你看看 那種人 有肉醇 沒有 想看看 所以人的心 都變 受環境影響都變 這個叫做 關心無常 你們會不會 不要說算股票 環境的問題 你接觸 那麼是不是你的心都變 中心的心態是這樣 那麼來一切法務五 就是說 世間的含你 相關的 沒有人事 沒有人事不足 沒有一個人 你會當主宰 了解嗎 你不會當主宰 因為本來主法 心無常的 那麼這個法也無常 所以這個就是要破什麼 破 我們眾生 最弱五種 不種的東西 我們眾生都一獨種 比如說人跟人的中間 南路 最亂的貪欲 是這不正 但是他偏偏要濺 那一塊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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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這個叫做素電動 但是今天這個中天可以 到底了解 關心不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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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破掉 最瀑 五種的這個正瀑 五種的這種電動 接觸 這樣你就不會做這樣 人的財產都變 必定的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說過 如果我們跟你做錢不瀑 你不必要 知道嗎 絕對有贏過 但是沒有贏過 人跟你做錢絕對瀑 你絕對瀑 接著這個四點 那麼這個中雄兩邊就說 關一切優勞法 你知道嗎 優勞法就是細幹法嘛 無論現貨、惡法都是 好報、頒報都說 是庫、是空、是無雄、是無無 這些含摘都是誰 代價是誰 這個叫做中雄 不過這個是包括含摘的含摘 所以這個兩種 處中佛義啦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北上黏行和中上黏行 含摘要說的 這個素黏處有相關 吼 摘要說到這個素黏處有相關 但是你今天 如果可以這樣關 吼 叫這個關 就是這個 不正啦 心不正收視庫 這樣下去關 那摘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這個 這個 素家行為案 就是 是軟行、丁行、陰行、隔世第一行 這樣 這個是水準的提升 這個等一個比較細明 彌勒尊號 好